10月11日,杨成林出席某公益活动,谈到家庭关系时,杨成林大方分小家中去世,接着他还爆料自己曾因为吃饭动作不够得体,被爸爸拿着拖鞋打脸,引起网友关注。 杨成林坦言自己从小就很怕爸爸,总觉得他超严格,从小家人就告诉他,吃饭不能发出声音,因为这样很不礼貌。 另外,开动之后,爸爸规定要一碗就口,不能一口就碗,总之就是怎么端装怎么来。 逢年过节家庭大聚会的时候,杨成林家还要照着年龄顺序去排,才能开始吃饭。 说到最后,杨成林还爆料,自己曾因为没有等全家人都到齐,偷偷吃了几口饭,被爸爸拿着拖鞋打脸。 看到这里,不少网友表示心疼杨成林,mc说无规矩不成方圆,可杨爸爸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? 还有网友感慨,哈哈,还好家里没那么多规矩,不能让我爸看到这篇文章。